今年是所羅門群島獨立建國 40 週年 也是臺灣跟所羅門群島建交的 35 週年 在這兩國邦誼重要的里程碑時刻 總理閣下率團來訪 代表著對臺灣深刻的重視 所羅門群島一向為臺灣的國際參與積極發聲 在總理閣下領導之下 像是去年在德國波昂 舉行的氣候變遷綱要公約週邊會議 或是今天登場的世界衛生大會 所羅門群島一直都是臺灣堅定的支持者 協助我們讓世界瞭解 臺灣非常希望成為全球永續發展貢獻一己之力 在這裡我也要代表臺灣人民向總理閣下表示謝意 臺灣人民充分地感受到貴國的友誼跟協助 也期待兩國之間未來能夠透過互惠互助的合作 為彼此的人民創造更多的扶持 事實上從總理閣下就任以來 兩國的雙邊合作計畫就持續深化發展 今年開始臺灣協助提供的鎖國臺灣獎學金 也已經從10名增加到15名 今年7月我們也即將開始辦理第一次的餐飲烹飪及旅館管理的資訊專辦 這些工作都是希望能夠培育更多鎖國優秀的精英人才 不僅能夠反國貢獻所學 同時也能夠扮演兩國之間最重要的友誼橋樑 除了在臺灣讀書的鎖國群島的人才 臺灣鎖國的技術團也是我們交流合作的重要一環 在我出訪的時候我就已經親眼見證成果 今年7月我們也啟動了養豐計畫 透過農技獎席協助鎖國鄉村發展出特色的冠軍農業 我們也高度期待能夠進一步跟總理閣下討論 一起為互惠互助的雙邊關係來合作 謝謝大家